大家好,我是怪叔叔家的怪小弟,今天小弟给大家讲一部韩国伤感电影《七号房的礼物》。 故事刚开头,我们的义生已经成年,他考上了辩护律师的职位。 在这天他为自己的父亲辩护,将在之前父亲含孕而死的事情重新审判。 随着义生的每一句真实的述说,故事还得回到1997年。 在那年,智商只有六岁的父亲龙九和女儿相依为命。 医生年纪尚小,不过龙九很是疼爱自己的女儿,每天都会陪伴着自己的女儿到超市窗台上跳一段美少女战士的舞蹈。 女儿天天望着窗台内的书包很是喜欢,龙九也向女儿许下承诺,只要明天发工资就会帮她买下心爱的书包,作为她开学的礼物。 但是,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,柜台里的最后一个书包被人买走。 龙九很是着急,直接跑进店内,想让女孩不要把这个书包买走。 女孩的父亲是位局长,他看了一眼眼前这个有点疯癫的龙九,直接将她揍了一顿。 第二天,龙九再一次见到这个小女孩,身上还背着女儿想要的书包。 女孩告诉龙九,哪里还有卖这个书包,就在带着龙九去买书包的路上,女孩意外摔倒身亡。 龙九用尽自己毕生所学到的救人方式,退去女孩的衣服做起人工呼吸。 这时却被一个路过大神见到,此行此警,以为龙九在猥亵女孩,立马报了警。 被带到警局的龙九,根本不知道这一切发生了什么,他一心只想能早点回去,陪伴在家中的女儿。 但这一来,注定他只能待在这里。 局长见到自己的女儿已经死去,被恨意冲昏头脑的他,虚拟一份文件,里面写道龙九是为了报复他,才将他女儿侮辱而死。 就这样,龙九被判了死刑。 他先被送来七号监狱中,里面关押各式各样的坏人,但见到龙九是个智障人, 几人也没多在意他什么。 在一次休息期间,龙九见到监狱里面,有人要报复黑社会老大,拿着刀想要偷袭。 龙九连门跑过去,为他挡下这一刀。 就这样,老大为了要表达对龙九的谢意,直接让他提出一个可以为他完成的心愿。 可这个时候的龙九哪里有什么心愿,心心念念的都是自己的女儿。 欲偶听后就决定,将他的女儿带入监狱当中。 他们说办就办,在一次来演出的队伍中,里面义胜就穿着演出服,在舞台上表演。 在一顿惊险的操作下,龙九终于见到自己的女儿,两人抱头痛哭。 久久分离的两人,女儿埋怨父亲为什么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将他抛下。 在表演期间,义胜和龙九本有两小时的相处时间,却因为牧师的突然晕倒,却只能提前结束这一切表演。 他们将义胜再次装入纸箱当中,千感万感还是晚了一步。 就这样,义胜又回到父亲身边。 有了义胜的到来,七号监狱里死气沉沉的气氛,一下子被打败。 大家一起欢快地在狱中又唱又跳。 夜晚时分,龙九抱着女儿,一起进入萌乡。 不久,演出队伍即将再一次来到监狱里面表演, 与我们觉得该送义胜回去读书。 可没想到,他们将义胜送到舞台时,场上的人并不是之前的演出队伍。 这次来的却是一群和尚,几人的行动也被监狱长发现。 气氛的监狱长把龙九教训了一顿。 在之后的没几天里,监狱起火了,所有人都慌忙向外逃窜。 龙九监狱长还被困在火海当中, 不顾自身的安危,直接跑进去救出狱长。 在这一刻,狱长并不相信这个善良的人能做出猥亵女孩的事情。 他开始注意起龙九的案件,越查越觉得这件案子没那么简单。 他前去恳请局长,能重新审核龙九的案件。 但局长为了能给女儿拉上一个垫背的, 执意要将龙九判处死刑。 在外的医生因日夜思念自己的父亲,插水不尽。 这一幕也正好让狱长看见。 医生弱弱地恳求狱长能将自己也抓入牢房里面。 狱长听后心里很不识滋味, 他用上自己的微薄之力, 让医生待在纸盒中, 再一次进入监狱与龙九相会。 狱友为了拯救龙九, 开始排练起女儿死亡的事情。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, 在最终的验证下, 龙九并为杀害猥亵女孩, 而是在那天女孩在路上, 因为天气寒冷, 地上的水结成冰块, 女孩走在上面正好滑倒, 脑子不幸着地身亡。 龙九做出那样的举动, 只是为了能够救助女孩, 可没成想却被人误解。 案件也得重新审理, 狱友们为龙九写好供词, 让龙九反反复复练习在法庭上所需要讲的内容。 但在开庭的前一天, 局长威胁龙九不能讲出实情, 如若讲出实情, 那他永远也见不到自己的女儿了。 就这样龙九为了女儿, 只能对这一案件供认不讳, 于是间所有人都惊呆了, 他们不敢相信这件事, 法院也判处龙九死刑。 在圣诞节前夕, 狱友们不惜冒着生命危险, 想让龙九乘坐热气球逃走, 不过却还是不能如愿, 在最后一刻龙九还是死了。 也因为这样, 影片前, 玉盛成为一名律师, 为了还父亲一个公道, 在后审宣判自己的父亲是被冤枉的, 他也成功为自己的父亲平原招雪。 然而此时的父亲已不在人世间, 一生站在雪堆中, 望着父亲与自己最后一次看日落的地方, 默默承受下这一切。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 我们直面人生舞台, 也许只是画蝶幻影, 层层垂帘般幕后的故事, 更震撼世道人心。 你觉得呢? 好了, 今天的电影推荐就到此结束了,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, 那就点赞关注支持一下吧, 我们下期再见, 拜拜。